妈妈 我想回家 大家好 这是雪鬼祭 我是佳琳 我是佳琳 长空战道呢 现在大家都听说过 在我们上小学初中那会儿 那里的照片就在网上广为流传 非常的惊险 是的 虽然小时候看那些照片很害怕 但其实偶尔也会想象走上去时的感受 不过说来也惭愧 作为陕西人 我们的家直线距离离华山还不到100公里 但我们却从来没有登顶过 是件挺遗憾的事 像这样遗憾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准备今后去实现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梦想 那么这次的旅行目的就是华山 那我们这次如果要去华山的话 一定要感受一下长空战道 想想就刺激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 出发吧 出发 走了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 但是票还没有买 我们现在要买从西安到华山北 最近的一趟动车票 现在呢是上午的9点48分 我们要买10点25的西安北到华山北的动车票 购票成功 据说山上的东西比较贵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巧克力水 还有面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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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害怕我现在没有水 然后等会算出来我进来 小伙子你有血光之灾 前面呢就是游客服务中心了 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华山景区了 刚刚买完票 是的 现在的成人票呢是100块钱一张 然后导游是免票 但是必须要买一个保险10块钱 所以我们一共花了是110块钱 旺季的时候它是成人票160块钱一张 现在是12月到2月期间是100块钱 华山呢一共是有5个峰 东西南北中 我们计划呢是从玉泉院一路徒步上山 这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嘛 我们计划今天先到西峰 晚上看一看日落 等日落之后呢 再走向东峰 找一家客栈住下 等明天早上日出之后 看一下日出 之后呢再往南峰走 去南峰的路上 我们就会途经长工战道 到时候体验一下 应该会很爽 很刺激 南峰呢也是华山的最高峰 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下山了 从南峰走向西峰所到 西峰的所到也是非常壮观的 一路下山 我们两天一夜的华山之旅就结束了 alt岛 北洛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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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走一会儿就会有一只猫拦住去路 还要讨吃了 这个还是个泰君 但是我们只有面包 然后还有巧克力 猫咪吃不了 还是妈妈力量 吃的呢 你看这毛挺肥的 怎么还这么咕咕咕的省眼 已经不开心了 我们和猫有缘 你怎么毛爬出来 走 我们要继续爬枪了 再见 再见 来 泰君 成功 在这边我们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锁 高新生 上梦君 中间还有个小猩猩 不知道你们还在一起吗 结婚了吗 要孩子了吗 继续走吧 祝你们幸福 早生贵子 舍不证已经有啊了 我们已经爬了许久了 在这个观景平台往下看 其实还挺远的 嗯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爬了这么高了 离那个浴口已经很远了 但是看山顶还是很远啊 前面就看不到头上边 歇会继续往上爬 到北风我们就可以吃点东西 补充能量了 对 我当时肚子都已经开始哭叫 太费劲了 等这一次回去 我估计有的腿上 会有很多的肌肉 嗯 可能会疼 明天就吃软了 休息一会吧 我还要走 这里就是著名的天尺创 你看一下它这个坡度 七八十度的坡头直插凉销 一眼望不到头 全是台阶呀 而且两边全是石头 就在一个很窄的一个小峡谷里面 这应该是以前很早之前的台阶 这个也好像更难一些 上吧 上吧 虽然很累 不过看一下我们走过的地方 已经很高很高了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征服大山 可以看到这里的台阶 都是只有一个脚掌的宽度 半个脚 再往下看一下 有点空高了都 爬了好高 这就是登山的魅力 一线天 终于终于终于我们到达了北峰 现在的海拔是1614.9米 距离海拔最高的南峰落差还有500米左右 不过这是我们登上的第一个山峰还是挺激动的 看这里上面写的就是北峰顶 不过还有一个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现在的时间是4点40分了 我们爬了4个小时20分钟左右 还有两个小时就日落了 因为从北峰到西峰那边的话需要走三个小时 所以来不及看日落了 我们决定今天晚上就直接去东峰那边 然后住在东峰那边 明天咱们看日出 我们先在这补充一下能量 顺便拍一拍岩石 看这水平了 简直到点 我们要赶紧去东峰了 找地方住宿了 这太冷了 我们本来想要真的扛一眼 看日出 这完全不现实 这会冻死人的 太天真了 看一下线路 应该走这边 苍龙岭 少弄风 这里就是苍龙岭 有点害怕 两侧都是鞋 而且现在风特别大 感觉我自己都能被吹下去 压力重新 这个风景呢是 从北风往东西南中四个风的必经之路了 走 继续往上走 你停着放上了 开花哼 天已经黑了 我们还在往东峰爬 甚至我们还没有到中峰 我们也算是作为一个过来人的建议吧 我觉得冬天爬华山 建议还是做索道 北风索道直接上来吧 对 然后上来之后 因为还要走几个小时嘛 所以趁着白天还可以看很多景 像我们中午从下面开始爬的话 到北风再往上走一点 天就黑了 所以说很多景也看不到 也挺可惜的 对 如果体力好的话 我建议还是可以从下面去看 全程体验一下 要不然就是夏天 因为夏天天黑的比较晚一点 因为现在才六点多 我们可以看已经啥都看不到了 如果说是夏天来的话 八点天黑的话 就还是可以看到好多景的 甚至爬到顶天还没黑 我们现在已经爬不动了 但是呢 我们给自己制定了奖励计划 一会儿到东峰之后 我们一定要吃一碗泡面 多贵都要吃泡面 一定要吃 走吧 哇 我们到住宿的地方了 东峰 好感动啊 太不容易了 假装流风 啊 住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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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两个人 那你这样子都要帮忙忙 都有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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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手可以吧 可以吧 哦 看一下 3人间 4人间 4人间 8人间 那家住最便宜的 嗯 180 2个180 10人间 180 唉 能理解吧 这三点那个价吧 但确实挺贵 嗯 人这有吃的吗 这个时候下班了 没了 方域面有吗 没有了 下班了 好过去了 我们没有吃上饭 因为这边的商店关门了 太可惜了 光把我们最后的面包吃掉了 嗯 希望明天早上起来可以吃到热气同胀的食物 不管是方便面还是其他的 只要是热的就行 因为太冷了 不过现在时间还很早 我们吃完面包之后呢 准备去拍点星空岩石吧 你能长啊 現在呢是早上的7点35分 5分钟就日出了 我们从这边上去就可以看到日出全貌了 给大家看一看在等日出的时候 这位同学头发都白 把头发等白了 太恐怖了 然后它前面这块 这也是节的霜 主要这又冷风又大 应该有零下二十多度的 然后不时的下边的霜也会被风吹上来 感觉好像它是刚去做了个发型 我也想要 可是我带着帽子 我也带个帽子吧 等一等 戴了帽子 你看看有全是这种霜 你看这冰在阳光中闪烁 冰柴子 我给你一旦 在阳光中闪烁 噓得不太 阳光中闪烁 传统 兜闪烁 我爱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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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日出呢 我们来吃饭了 有饭吗 那现在有啥呀 满口 咸菜 西饭现在 怎么做个鸡蛋汤 方便面有吗 方便面有方便24 馒头呢 好馒头多下去 一块钱 那就咱延迟个方便吃一个磨 那就拿两个方便面 也这样做馒头吧 开饭了 开饭了 热气通通 热无饭 吃完饭了 哇 好好好 一秒回到东西了 虽然餐厅里面也不是很暖和 但是外边真的太冷了 新北战友前往长空战道 走了 现在呢 我们就要上长空战道了 准备走这种特别险的路 体验一下 哎 还没有看那个路 但是现在心里已经开始虚了 有点忐忑 从这边走过去 太好刺眼啊 到了 华山的长空战道 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 他是华山派的第一代宗师 赫之珍 为了远离城市修行 而在绝壁上开凿出来的战道 由于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所以这里也被誉为华山第一天险 我还帮助朱子 这几个这个历史 就在上面有一个历史 啊 啊 我华山呢 现在已经走上了长空战斗 其实到这块的时候 还没有感觉到 多害怕 感觉就那样吧 还行吧 啊 砍射了吗 还没有 哦 我是在夸你胆子大 铁拖娃 这次有点冷 这次我现在已经弄羊肠 这个法国 走了呀 走了呀 这次走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听那个 要大冷水 可要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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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要 兜着哈 不能跟着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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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就是悬崖 不许此行 上许微信 祝福宝的费库 来 这两千米的苏蓝快着啊 难得来一次啊 谢谢 谢谢 这都可以玩 要不然的话 哎 准备这天气好 可以看得非常远 妈妈 我想回家 来 两位兄弟 来看我这 来 眼睛睁大 来 笑一个 终点的平台 不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还要附送你一程 附送一程 还要再走回去 真是个好事 老公还是在这块绕一下 这个长弓站道也就是因为在这要修行所以修的 对 人潮所修的 这就是以前的修行洞窟 对 哎呀 那在这块修行的确实挺难道的 对 因为道教推崇清静修行的 所以一般人道修行 所以 哈哈哈 比较难到达 哇 真的是 撕过崖 你有什么罪过在这面壁撕过一下 就是修行的地方 这里应该就是 就是之前的时候里边应该有个洞窟吧 神水 神仙水洗手 那我梦里面 已经冻住了 冰水 SK2 而且我发现这个 它这个保护装置 是拿不出来的 它虽然这块有个小口 但是从这个钢丝里面出不来 所以这个走的话只能走一圈 然后从这边绕回去 以前穿过的有了士足的 都挂着了 那也炸死 对 害怕的很 好了 要开始返程了 风起来了 下山 哇 又是一种没有木头栈斗的 只有石头栈斗的路 天使啦 你来看哈歪头 这风就没拿没拿 你自己倒着啥 没拿没拿 那我倒着啥 有人说站在高处 有往下跳的冲动 我没有 这话到底是谁说的 插一插 其实咱们一回头看一眼没上 回来一圈 上来了 其实航空战道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为什么我们是想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上来了 怕是刚才的水 现在 没有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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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战道体验结束 结束 好谢谢 谢谢 啊 啊 啊 我给你把圆区一翻 好 好 怎么 哎呦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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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上来了 戴手套手太滑了 所以说 东西人手没感觉啊 不方便 幸亏再上来了 谢谢 快点 没事上来了 不要紧 要是在下面是掉了 没办法紧 得卖新的了 我都会给你忙啊 我都会给你发 我都会给你发 我麻烦给你发啊 好好好谢谢 好 这边一路平安 好嘞 谢谢 再见 来 走 刚才好几次要忘了 现在就立马开始跳了 从长弓正道下来了 我们现在要下山了 南风和西风就不去了 还是有点遗憾的 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有运动了 所以今天睡一觉醒来之后 就腿特别特别的酸痛 每走一步都是煎熬 不过嘛 我觉得旅行总有遗憾 这些遗憾呢 就是我们下次再来的理由了 那我们现在就下山了 那我们现在就下山了 这个发山景是好啊 真好 早就这样免跳又免锁道 对 无敌了 终于要上锁道了 听说这个锁道特别长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亚洲第一锁 好啊 从西风做梭下来了 哇 舒服 真是爽 真是爽 我们走过的路 又有了三十分钟 做锁道才能下来 就成为这个路 就这么长 十分的长了 现在呢就要回家了 走啦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 化山北站 准备坐高铁回西安了 是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 无特的地方 都可以在留言区或者弹幕里 承论给我嘛 我们如果看到 觉得有意思的话 也许下次就会去那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坐高铁吧 走了 回家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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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